上面一定要定一下 那這個是記得要放在第一行 第二個的話呢 Command button 按下去的話要新增 總共會有六個欄位 傳遞過來之後的話呢 那就會有六個資料 六個資料傳遞過來 然後 分別就新增進來 最後的話呢 我們如果 新增成功之後 那就可以看一下裡面有沒有新增這一筆資料 如果有表示成功了 基本上應該 如果剛剛新增沒有問題的話 那各位就可以開啟我們的那個 問題一裡面 打開來的話 應該就會多一筆資料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如果你一筆可以的話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工作流程 會需要就是說不只新增一筆 而是怎麼樣呢 去會把所有的資料通通新增進來 這個應該是我剛剛新增的這一筆 1245這一筆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想乾脆把這邊移到最前面的一筆 然後把這些資料 通通都刪掉 按delete 先把它刪掉 裡面先空的 那我們等一下做什麼 把 就是 我們Excel裡面的這些 因為 我講過了 就是說如果今天 今天工作結束了 然後呢 我要匯整資料 可能我們公司有很多人 全部 前端的部分 作業完成了 下班了 下班的話 我要把什麼資料匯到資料庫裡面 再把我今天做的資料刪掉 那資料就確定 搬到資料庫去了 那等於是大家一起收集起來 的話 那要怎麼做 第一個呢 其實就是跑回圈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不是 一筆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是 一筆 那現在的話 就是說 I 等於什麼 2到 最下面這一筆 有沒有 所以你回圈就知道怎麼寫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我們在呼叫 call 剛剛是一筆 你現在call什麼 call的話 就是說 跑回圈 那一樣把剛剛那個call 放進來 對不對 那一樣在傳參數 一筆兩筆三筆 那只是R 把它改成I 有沒有R是 最後一筆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改成I的話 就是第2筆 第3筆一直到最下面一筆 1000多筆對不對 他就一直幫我跑跑跑跑跑跑 全部都跑進去了 對也是一樣呼叫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完成 我們剛剛那個 表單裡面有一個 多一個全部賄賂對不對 其實基本上全部賄賂做哪一些事情呢 基本上 就是 什麼呢 for 有沒有 有沒有 其實就是 我們打一個for I 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以哪一個呢 以那個 乾脆以 Range A2好了 當成基準好了 所以呢 我就for I 等於 等於2到 這個Range 瓜糊 然後以A1好了 以A1當成基準 然後點什麼呢 點ENDEND 對不對 然後空一格 瓜糊 最下面 X當 對不對 然後瓜糊 最下面一筆是Raw 然後就會取得什麼呢 現在最下面那一筆 也許是什麼 124多少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自己會取得 所以以後你工作完 我也不需要知道到哪一筆 他自動會偵測 OK好 那NAS 再來的話怎麼樣呢 呼叫 所以呢這邊的話 把剛剛那個call 有沒有 call這個啊 把這一些有沒有 把它複製起來 對不對 Ctrl C 一下 然後